第321章 被发现的歹毒 谢明安的人一脚踹开了外面的院门 神婆的女士大惊失色 粗着嗓子叫嚷 你们是什么人 敢私闯民宅 未首的谢明安脸色阴沉 环顾了一圈院落 他冷着脸上前 一掌就将上前阻拦的女士推开 随后 他猛然推门 闯了进去 沈宁宁 你 他叫训的声音 在看清屋内情形的时候 戛然而止 小家伙肩膀上 盘踞着一条绿色的长蛇 那冰冷的蛇童 正充满警惕地盯着他 丝丝吐信 长蛇缠绕在他胳膊和肩膀上的模样 就如同仙女的披驳 沈宁宁小脸神色平静 反而是倒在地上的那名妇人 捂着脖子 大口喘息 神婆挣扎着爬起来 拽住谢明安的裤腿 大人救命 他声音沙哑 看住沈宁宁的方向 眼神透出浓浓的恐惧 拂宁郡主想要杀了草民 沈宁宁撇撇小嘴 圆白粉红的面上 腾生两分不屑和冷漠 他知道 谢明安讨厌他 必然会盲目相信神婆的话 沈宁宁肩膀上的长蛇绿绿 豁然私生吐信 看着神婆 目露凶光 连他都在说 分明是神婆 先想杀他的山大王 可惜 谢明安听不懂蛇语 然而 谢明安听见神婆所说 垂眸时 目光冷练 他一脚踹开神婆 并嫌恶地胆了胆衣袍 父亲最讨厌你这种江湖骗子 你口中的话 能有几分针 他一个孩子 杀你 谢明安冷笑一声 沈宁宁大大的眼眸正了正 他诧异地看着谢明安 这一次 他居然没有怀疑他 谢明安沉着脸走过来 一把抓住小家伙的手腕 跟我回家 往后这种地方 不许再来 要是被父亲发现 你就要挨骂了 长蛇绿绿顺住沈宁宁的肩膀 游走到谢明安的手掌边 他吐了土杏子 像是在犹豫 要不要一口咬下去 给他个痛快 却在此时 沈宁宁一把甩开谢明安的前置 我不回去 我是来调查韩正解药的 没查清楚 我不走 他转看向神婆 娇小的身形 气势十足 谢明安你没 你信这种江湖骗子 他如果真的 会治疗韩正 早就去皇上面前邀功了 沈宁宁弯腰 小手扯住神婆的衣领 他一双大眼睛 乌黑射破 说啊 你给谢二夫人吃的药 到底怎么回事 小家伙说话间 他肩膀上的长舌 便丝丝吐性 神婆惊恐万分 一点都不敢隐瞒 顿时全招了 不 不是解药 其实都是我自己做的药 原来 谢二夫人 先是吃了她给的药 感到不舒服 然后再来神婆这里的时候 神婆拿出所谓的解药 谢二夫人就能 痊愈 乐 神婆为了沈宁宁相信自己所说 她颤抖着从黑箱子里 掏出一份药包 这里面的药草 喝下去 可以让人感到腹部寒了 下面那层药 则是解药 喝了 就不会腹痛如脚了 沈宁宁打开药包闻了闻 她虽然学了医术 但还没到咸熟的地步 不过闻一闻 她就知道 有什么药草了 都是普通的极寒之药 谢明安凛冽的目光 透镯严肃 她看着神婆 即便如此 还是没办法证明 这药就如你口中说的一样 神婆都快急哭了 大人 草民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胆子欺骗你们啊 谢明安低头看了一眼沈宁宁 小家伙正在认真研究那些药草 她抿了抿唇 沉阴片刻 对神婆道 你当着我的面 先吃毒药 再服解药 如果真如你所说 症状跟二婶的一致 我就相信你所言 神婆一正 顿时哭天喊地地求饶起来 是要三分毒 草民可不敢吃啊 谢明安冷笑 你自己做的毒药 有什么不敢吃的 再说了 这不是有解药膜 沈宁明 抬起水灵灵的大眼睛 有些惊讶 给她吃 不然 你始终会好奇 倒不如眼尖喂食 说吧 谢明安对外吩咐 叫来两个随从 让他们支起炉子 煮水煎药 那神婆哭嚎不断 郡主 大人 你们饶了草民吧 这要喝下去 可是会生病的啊 沈宁宁看她如此惧怕 便知道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既然知道有问题 你喂食魔 还敢给些二夫人吃 不怕她吃出好胆来 找你麻烦 神婆哀气 谢二夫人自己要求的 草民也不敢拒绝 谢明安走到一旁供奉神位的神堪前 她一边打量 一边冷声问 她又不是疯了 为食魔找你服药 神婆眼神闪躲 这 这是因为 沈宁宁放出长蛇 看来你还是不老实哦 神婆顿时下的惨叫 急忙躲去一旁 瑟瑟发抖地哭住道 因为 她让草民为她起邪术 这要 配合符咒化成水 服用以后 就可以诅咒他人 沈宁宁惊讶地睁圆了大眼睛 她要害谁 神婆支支吾吾的 终于说出了 那人的名讳 方 方清带大将军 沈宁宁歪了歪小脑袋 她不认得这位方清带 但是 听说过她的名讳 据说 她是苍云国剑朝五百年来 头一位女将军 更是沈宁宁二叔谢二爷的青梅竹马 两人本有婚约 却因一场意外 生生分离 那香 谢明安却感到凝重的沉着眉头 他在神看的香炉下 发现了一张纸 打开来看 竟写着 方清带 下面 则是一串她的生辰八字 纸上不知洒了什么血 陈洪心臭 谢明安下河线紧绷 她捏紧纸条 转而目光冰冷地询问 谢二夫人 让你用邪术 害方将军什么 二夫人 她要诅咒方将军 在战场上 神手一处 败仗而归 子孙接受到皇上苛责 成为苍云国的 耻辱 神婆胆战心惊地说完 沈宁宁有些气愤 小家伙虽不知 谢二夫人跟方清带 有什么恩怨 但 大局当前 她竟不管朝国战事 而要因一己私欲 恶毒诅咒 正在对外抗敌的将军 谢明安愤怒至极 一掌挥掉神龛上的假佛 啪 得一声响 泥台神佛 碎成翩翩翅瓦 简直荒唐 谢明安勃然怒斥 俊白冷冽的面上 双眸充血 跟我回去县父姐 交代你和二婶的勾当罪行 第322章 谢二爷要休妻 此时 谢府内 谢宿之一身雪尘 还未来得及拍掉 谢二夫人就哭着 到她面前 告了沈宁宁一状 大哥 平时你疼爱宁宁 她年纪又小 犯错也在所难免 但这次 她实在是有些糊涂了 怎么能私底下去见神婆呢 她还专门让人向秋兰 打听神婆的住址 谢二夫人抹着眼泪 我好不容易从神婆 那骗子的火坑中脱身 宁宁怎么又陷进去了 谢宿之高坐鸣堂上 面色深沉不语 谢二爷拧着眉头 看了一眼谢二夫人 她对谢宿之开口 大哥 你先别急着生气 宁宁一向是个有主线的孩子 她不会误入歧途的 不妨等她回来 我们再问清楚 是怎么回事 谢二夫人哽咽两声 急忙点头 庞扶跟着担心 对 大哥 先别生气 宁宁说不定 只是太想治好太子殿下的韩正王 才会并急乱投医 去相信神婆这样的人 谢二爷粗厉的黑眸 看了她一眼 少说两句 谢二夫人色缩了一下 低下头 庞扶委屈 我也是为宁宁好 不然 我就不告诉大哥了 说到这里 她用余光观察谢宿之的表情 嘴上更是道 当年 怨酒才六岁的时候 因为跟着 我去了一趟神婆呢 回来以后 大哥就罚她在祠堂 跪了一天一夜 要是宁宁去见神婆是真 大哥可别这样罚她了 她年纪小 经不住 谢宿之眼神藏匿风雪 带着洞察人心的领练 她薄唇抿成一条线 对谢二夫人道 弟妹不用拐弯抹角地提醒我 宁宁到底喂食魔去 等她回来 一问便知 在此之前 你也不用急 咱们好好等着 听出谢宿之语气中的气定神弦 谢二夫人心中有些 喷喷打鼓 神婆那边 应该不会出事吧 只要能说服 沈宁宁拿着所谓的 韩正姐要回来 就能挑拨她跟谢宿之的关系了 何况 谢二夫人听门房说 谢明安得知 沈宁宁去献神婆 已经追过去阻拦了 要是他们俩再吵起来 谢宿之必定会发怒 凭沈宁宁的自尊 跟谢明安三番四次地发生矛盾以后 肯定不会再在谢府里留下来 谢二夫人想到这里 心情就不由地期待起来 眼底更是闪过毒辣 沈宁宁害得她女儿谢苑九 在老家孤苦伶仃 她就要让沈宁宁滚出谢府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管家旁叔的声音 老爷 二老爷 郡主和二少爷一起回来了 谢二夫人心头一喜 煤烧都跟着扬起 她兴奋地看向门口 期盼着看到两人怒气冲冲 是彼此为仇人的模样 谢宿之不动声色地扫了她一眼 没有漏掉谢二夫人的反应 她看见她如此 眼神更是沉了沉 老二家这个媳妇 从一开始 就不是个省心的 父亲 干店 沈宁宁和谢明安同拾进了正厅 两人也是同时开口 庞府都有事情要汇报 沈宁宁眨眨着大眼睛 看了她一眼 谢明安伯眸顿了顿 道 你先说 谢二夫人 却抢在沈宁宁开口之前 假意着急地说 宁宁 你是不是偷偷去见神婆了 沈宁宁圆圆的小脑袋 点了点头 对 谢二夫人呜呼哀哉起来 好孩子 谁让你去那地方的 大哥 你可千万别跟孩子生气啊 宁宁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沈宁宁掏出两个药包 我不仅去了 我还带了东西回来 谢二夫人一眼就认出 这就是她从神婆那得来的药 她眼底一喜 面上却故作惊愕 宁宁 你竟跟神婆这种江湖骗子交易 买了她的药回来 谢素枝沉着面色 众人猜不出她的想法 沈宁宁看了看谢二夫人 觉得她今日愤外猴急 什么都抢着说 小家伙不理她 上前一步 声音懦懦地对住谢素枝 干电 前一阵 我听说二婶经常腹痛 感到肚子 如同被九尺寒冰冻住了一样 喝滚烫的热茶都不见好 但有一天 她吃了神婆的药 奇迹般的好全了 谢二夫人面色一变 宁宁 你可不要胡说 我什么时候吃了神婆的药 沈宁宁看都不看她一眼 只回一句 你身边的丘兰可以作证 再不行 神婆也被我们带回来了 她就在外面 也可以作证 谢二夫人神情将注 那边 谢二爷皱起剑眉 看着她问 你不是说 你好久没见神婆 已经将这个毛病改掉了吗 谢二夫人支支吾吾的 回答不出来 谢素枝这时开口 询问沈宁宁 这药到底有什么玄机 没石膜玄机 我刚刚检查过了 都是一些正常的草药 只是放在一起吃 会闹肚子 不舒服 小家伙 眨着城车的眼眸回答 还说 吃了以后 会难受好几天 但服用了神婆调配的药 就又能缓解了 谢素枝冷笑一声 这个神婆 还真是骗子 自制自卖 靠这个办法 不知网罗了多少傻子的银子 她说这话时 严厉的目光 看向谢二夫人 后者心虚地低下了头 但她心里尚存侥幸 这个药的事 她也自食其果了 以她对谢素枝的了解 顶多不待见她 训斥一顿 谢二夫人这磨多年 倒也习惯了谢家人的冷眼 没想到 谢明安却上前一步 说 父亲 这样的事 绝非那么简单 一开始 我也疑惑 二神好端端地 为何要在神婆那服用药物 盘问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药在神婆那 混合着符咒水 一起喝下去 就是能诅咒人的污谷之术 谢二夫人脸色顿时苍白 她猛地抬起头来 明安 你胡说 我根本不知道 谢明安从袖子里 掏出一张纸条 递给谢素枝 父亲 这个人的生辰八字 是从神婆那的神龛底下找到的 谢素枝接过来一看 面色骤变 她下意识 抬头看向谢二爷 谢二爷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大哥 怎么了 她诅咒的是谁 莫非是我 谢素枝叹了口气 让谢明安拿给谢二爷 你自己看吧 谢二夫人已惊慌了神 急忙扑过去拦着 相公 你别看 这是假的 是神婆要陷害我 谢二爷看她这个反应 更感觉有问题 她狐疑地接过那张纸条 展开一看 瞳孔紧缩 方清带 和她的生辰八字 这磨多年 她熟记于心 谢二爷只见颤了起来 她看着谢二夫人 声音竟有些发抖 你诅咒她什么 谢二夫人 哭着跪坐在她的轮椅边 我没有 我 我只是害怕 她破坏我们的家庭 谢二爷勃然大吼 你到底诅咒她什么 谢二夫人气不成声 吓得已经说不出来了 趁着此时 谢素之将 沈宁宁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带着女儿 一同坐在椅子上 谢明安道 二叔 我问了神婆 二婶她诅咒方将军 战死疆场 打败仗 后代皆被君主和百姓所唾弃 一句话 像是天雷 重重地激在了谢二爷的心头 剑梅下的一双锐利眼眸 冲血通红 你 她咬牙切齿 好狠毒的心肠 倾待她家 世世代代未疆 她三岁的时候 方老将军和夫人战死沙场 她大哥和二哥也接连为苍云国牺牲 如今 长流国趁我国天栽连连 进军来犯 举国都期待打胜仗 只有你 盼望着她死 只有你 谢二夫人被她狂躁的样子吓坏了 跌坐在地上 嘴唇哆嗦 不 不是这样的 相公 我只是一时糊涂 我没想真的要她的命 而且 神婆她 她不是骗子吗 她的下赌咒法 肯定不灵 相公 你别生我气了 我知道错了 她哭着上前 抱住谢二爷的胳膊求饶 谢二爷闭了闭眼 胸口不断起伏 也很难平息 心中那滔天怒火 虚语 沈宁宁听到她说 拿笔来 今日 我要休气 第三百二十三章 她是你唯一的妹妹 谢二夫人如遭雷屁 她哭声凄惨 激进于哀嚎地求着谢二爷 相公 我们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你就为了这一件事 要休了我 你不能这么做呀 谢二爷面色铁青 根本不管她说什么 家丁降纸笔呈上来 她挥墨就写 谢宿之抱着沈宁宁 轻轻地叹了口气 她虽然不希望自己二弟 做出冲动的选择 但是 如果让皇帝知道 他们谢家不顾大局 竟然纵容家里的二夫人 用邪术诅咒 正在边疆抗敌的女将军 那么 政敌定然会趁机参奏 说他们谢家不忠不义 到时候 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谢二夫人 干脆跪在了谢二爷面前 她看出她铁了心 要将她抛弃 于是 哭着道 相公 你还记不记得 我生院久的时候 出血危难 差点一失两命 后来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回来 郎中说 我此生无法再生育了 你虽可以修了我 咱们苍云国 也能允许再嫁 可我回家以后 坏了身子再也生不了 哪个傅家会要我 她说到这里 哭得凄惨 谢二爷直笔的指尖 微微僵住 一脸阴沉不语 谢二夫人继续抽气说 愿久生下来就比别的孩子瘦小 相公 你还记不记得 她两岁的时候 高烧不止 你抱着她 去找郎中 那夜下着大雨 怨久病得那么厉害 却还怕你淋着雨 她小手要为你抱着伞 提起这唯一的骨肉 谢二爷闭了闭眼 冷眉皱起 万分痛苦的模样 谢二夫人 哭得撕心裂肺 她锤打着自己的肩膀 表示悔恨 这件事 我做错了 但怨久还在昌州期盼着 有一天回来 爹娘能像从前一样疼爱她 相公你休了我 会让怨久一个姑娘家此生 此事都抬不起头来 以后她说婆家 谁又会看得起她 谢二夫人 乌夜悲痛 福地跪坐 万分后悔 咔嚓 一声响 谢二爷手中的胡笔 被从中折断 她拳头紧握 呼吸沉重急促 看得出是既愤怒又无奈 怨久有你这么一个娘 是她的不幸 良久 她开口 语气冰冷沉哑 谢二夫人垂头 啜气道 我有错 我再也不敢了 相公 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吧 谢二爷不说话 须语 她才抬起头 看向谢素枝 大哥 谢素枝抬手 制止了她的后话 并且沉稳道 你无需顾久的想法 这是你的家世 弟妹是你的妻子 到底如何发落她 你说了算 不管怎么决定 我都理解 指使你 谢二爷双眸发红 这一刻 她心中觉得很是惭愧 身为谢氏而狼 不能武刀弄枪 在战场上杀敌报国就算了 如今 还是一个废人 只会给大哥谢素枝添麻烦 再看向谢二夫人的眼神 就多了一些痛恨和厌恶 未了怨久 我可以暂且不休了你 但是 从此往后 你我分隔两院生活 我实在不愿继续看着你 而且 你每日都要去 祠堂打扫 跪在我谢氏列祖列宗的牌位前 忏悔你今日犯下的所有过错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谢二夫人 岂会不答应 只要谢二爷别休了她 让她在京城抬不起头来 她做什么都愿意 我答应 答应 她急忙点头 谢二爷大起大福的情绪过后 她只觉得疲惫 于是对谢素枝拱手 大哥 我先回去休息了 剩下的事物 我会安排贴身小斯阿德 来为我处理 谢素枝汉手 好 你去吧 一会 我再让神医来一趟 为你诊慢 阿德推着谢二爷的轮椅离开 沈宁宁看着谢二爷的背影 有些放心不下 便主动从谢素枝的膝盖上跳下去 干爹 我想去看看二叔 万一谢二爷有什么不舒服 他的灵草灵泉 也能帮上忙 谢素枝目光欣慰地看着沈宁宁 大掌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好 宁宁去吧 今晚就留在府上 陪干爹用膳 沈宁宁答应下来 迈着小脚去追谢二爷了 谢明安看了看他的背影 这小家伙 从神婆那回来到现在 他就没给过他一个正眼 谢素枝站起身 欲气冷淡地对谢明安道 你跟我去一趟书房 说完 父子二人一前一后地离去 谁都没跟谢二夫人说一句话 到了书房里 关上门来 谢素枝冷冷训斥 神婆那魔危险的地方 你既然知道 宁宁要去 就应该提前知会我一声 你办事尚且稚嫩 若是一个不慎 让宁宁受了伤该怎么办 谢明安微微垂眸 听着训斥 不由地皱了皱眉 他很想说 父亲大概是莫看到 沈宁宁出行 即便不带狼 包里都会揣着一条长舌 谢明安辨认出来 那舌头形三角状 四尺尖牙 有剧毒 刚刚那神婆 都被吓得尿了裤子 何敢伤害沈宁宁 不过 他还是没说出来 在谢素之言里 沈宁宁身边 就算是群狼环似 也是个随时会被外人伤害的小可怜 谢明安拱手 我知道错了 其实 我也有话想跟父亲说 这次请您 不要责怪沈宁宁去献神婆的事 他知道 谢素之最讨厌神婆这样的江湖骗子 家里谁跟神婆接触 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殉旨 所以 谢明安替沈宁宁解释 他告诉谢素之 小家伙去 不是因为好奇 而是因为 想揭穿神婆的骗局 谢素之听见谢明安为沈宁宁说话 感到罕见的 扬了扬眉梢 谢素之面色微微好转 缓缓在椅子上坐下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也会为宁宁解释 之前 谢明安对沈宁宁 那可都是偏见 谢明安抿了抿薄唇 俊冷的眼神 跟谢素之如出一辙 他说 我说了 从前我也不是故意 针对他 这次我既然清楚 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然要为他说清楚 并非袒护 也不是偏思 而是公正地表达缘由 谢素之总算欣慰地点了点头 他说 以后你也要这样 卫父就是希望 你偏思袒护宁宁 不管发生了什么 你要第一时间维护他 因为 他已经是我们的家人了 他是你唯一的妹妹 说到这里 谢素之重重地咳嗽起来 他捂着唇口 挥手驱赶谢明安 示意让他告退 谢明安本来还想说点什么 但看见谢素之如此 只能拱手告退 并且吩咐小丝 送去一壶热茶 父亲的身体 虽然他不说 但能感觉到 咳嗽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 谢明安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坐在桌边 他拿出许静熙的那枚月牙玉佩 眼中深浓的黑色 犯着疑惑 如果说 沈宁宁不是他们谢家的孩子 那这个拥有谢家狼 专属预配的许静熙 到底跟他们家有什么关系 第324章 小财迷 这两日 沈宁宁一直在仙境里心情耕耘 他的灵草又长出来了一茬 小家伙想都没想 摘下来就包好 委托陈绍北送入了宫里 毕竟 莫灵薇的旧集 随时可能发作 上次总共吃了30根灵草才好转 下一次 就怕要更多 但沈宁宁也很苦恼 万一这个时候 阿兄谢明旭的人又回来了 找他要灵草支援边疆战士 他拿不出来该怎么办 总不能让八百里加急回来的战士等 灵草常出来再说 沈宁宁蹲在仙境里的土壤前 伸出小手 戳了戳柔软的土地 他小脸白嫩 大眼睛圆溜溜的眨了眨 好像很久没给仙境喂鱼吃了 沈宁宁站起身 拍了拍小手上的土尘 他走到架子边 将自己最近存的银子 全都拿出来点了点 除去他要给铺子里的人发的工钱 还有给奶奶留的一笔养老银 他还剩下一千二百两的银条 小家伙全部装了起来 打算去城里看看 有什么好的玉石能买 然而 沈宁宁去了之前 他买过玉石的店铺 却发现门口 挂住 望铺出售 得木牌 掌柜伯伯 小家伙走进去 看着空空如也的店铺 掌柜正在擦那些柜子 你的东西 全部卖掉了 掌柜认得他 顿时笑呵呵地拱手 扶宁郡主大驾光临 真是蓬壁生辉啊 说来惭愧 之前宁号召大家购买防寒依据的时候 我却听信了国师的话 后来寒灾来了 我家里九口人 差点冻死 没有办法 只能变卖手里的玉石 换银子去买那些衣服和木炭 玉石基本都卖了 这店啊 自然也留不住了 沈宁宁感到可惜 因为整个京城里 就这家玉石铺子里的美玉多 看出他小脸上的遗憾 掌柜说 我这还有剩下一箱子的残刺货 要是郡主不嫌弃 可以看看 兴许有喜欢的 就送您了 也当结个缘分 沈宁宁笑容乖甜 梨窝浅浅 好搭 那我就看看 当然 如果我喜欢的话 也会给银子 不能白拿掌柜勃勃的 小家伙跟着他走到后院 看掌柜拖出一个大箱子 打开一瞧 里面灰扑扑的 确实如掌柜所说 都是有瑕疵的鱼 沈宁宁翻了半天 都没找到喜欢的 这些鱼 恐怕他的先进不喜欢吃 小家伙只能遗憾地到此 他又去了其他鸡家玉石店 没想到 好鸡家都跟第一家一样 铺子的掌柜 将玉石变卖成银子 只为了在寒灾天活下去 还有鸡家真假参半地卖 凭沈宁宁不懂玉石的眼睛 都看出来是赝品 就更没法买了 小家伙只能信心离开 他迈着小脚走在大街上 感到有些迷茫 去哪能弄点好玉呢 就在这时 身旁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 我正好路过 看见你从玉石扑走出来 怎么 你想买玉 沈宁宁回头看了一眼 献明安身穿雪青色的衣袍 白玉冠树法 剑眉乌黑 薄眸锐利 跟在他身边 好像真的只是经过一样 小家伙撅嘴 不告诉你 跟你没关系 谢明安不计较他的态度 又说 其实我认识几个玉石商人 你想买什么玉 不妨告诉我 我替你问问 沈宁宁摇头 小脑袋晃得跟波浪鼓一样 他坚定地拒绝 不用了 你的好意 我要不起 说住 他迈着小脚 快步跑离 直到一溜烟跑到街市口 上了马车 小手还催赶着陈也 快走 回家回家 谢明安就起见眉 这小家伙 看见他 就像看见温神 跑得这么快 念着之前 沈宁宁救了莫林威的事 皇帝想赏赐沈宁宁 莫林威就将沈宁宁接进宫来 让他自己决定想要什么 紫宁宫里 沈宁宁晃着小脚 坐在莫林威的太子椅上 左边宫女伺候助他吃水果 右边的宫女给他捏着小肩膀 莫林威搬了个小板凳 坐在他旁边 英俊的少年太子殿下 竟难得有耐心 正给沈宁宁看着一些礼单 这都是礼不拟定的 可以赏赐你的东西 你看看 可有喜欢的 没有的话 我再让他们改 沈宁宁眨着大眼睛瞧去 脸蛋如同桃花般粉白 黑眸水淋淋的 看了半天 他问 这上面的一串串名字 怎么磨辣磨肠 哥哥 哪个是玉 你给我指出来吧 不然 看得太费劲了 莫林威扬眉 你想要玉 什么样的 沈宁宁小手挠了挠鼻尖 蹭上去一点糕点线 想要 好看的 漂亮的 仙境吃的都是漂亮的玉 越漂亮 他越喜欢 莫林威伸手 擦去他鼻尖上的糕点线 和尚李丹侧子 他轻笑一声 这还不简单 沈宁宁只见 他叫来太监 吩咐了两句 不一会 鸡鸣太子轻微 就抬进来三个大箱子 箱子打开 经由殿内烛光照耀 顿时光辉璀璨 哇 沈宁宁睁揍圆了眼眸 莫林微笑了起来 你去看看吧 是你想要的吗 小家伙迫不及待地走到箱子边 竟然全是橙色极好的玉 都是经过雕琢 各式各样的玉饰 有的是玉佩 有的是百剑 沈宁宁看见四个帝王绿雕刻的观音 还有一个他脑袋那摩大的白玉雕像云露空圆球 沈宁宁看了哪个都喜欢得不行 小手扒拉着箱子边缘 看得眼睛都不眨一下 莫林微在他身后 扬起黑冷的眉梢 笑得宠溺 小柴米 他想来想去 把那个羊枝白玉的露空圆球抱了出来 哥哥 我要这个 挑大的 准没错 直接喂饱他的小仙境 莫林微眯眸 挑什么 我的意思 是你喜欢的话 这三香都是你的 沈宁宁张大了小嘴 难以置信 都给我了 这么多 全都是 莫林微垂眸 眼中带着笑意 是啊 都给你 这点算什么 你倘若有空 天天进宫 买配本太子 往后用玉石给你刻金策 都不是问题 说到这里 莫林微自己都是一正 他怎么会脱口出这种话 宫中都是指点皇后 太子妃册封的时候 才会刻金策 将他们的名字刻在莫家的祖宗牌位边 一旁的宫人默默地低下头 感觉听到了不得了的事 但沈宁宁却不明白 他只知道 莫林薇对他真好 谢谢哥哥 他胖乎乎的小身子 冲进莫林薇的怀里 还不等莫林薇伸手去回报他 小家伙已经跑出了他的怀抱范围 他小手招呼太监 眉眼间洋溢着孩童般的喜气 夸夸 帮我抬回家 马上就给仙境吃下去 莫林薇看着他匆匆地走 连说再见 都是那磨得迫不及待 他皱了皱眉 又无奈失笑 三箱子欲 就能把我抛在脑后 这天底下 只有他沈宁宁赶着魔作 回到狼山以后 沈宁宁迫不及待地将所有玉石 放进仙境里 他累得气喘吁吁 小脸都浮起红润 额头上一片晶莹汗珠 不过 沈宁宁十分满足 他小手插腰 看着光芒闪烁的玉石 明早来看 仙境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呢 次日 沈宁宁刚醒来 还躺在床上 就迫不及待地 进入仙境查看 黑狼王原本还想帮他舔一下头发 刚伸出舌头 床榻上的小人 就不见了 他狼童正正 片刻后才反应过来 他们家娇娇小宁宁 又去仙境里耕地了 此时 仙境中 沈宁宁站在心肠出来的东西前 来回打量 小脸上 渐渐露出疑惑 咦 这是 第三百二十五章 你就是想见死不救 沈宁宁看着眼前新尝出来的四棵树 困惑地挠了挠脸蛋 树木上光秃秃的 透着暗暗的金色 可树插上 什么都没尝 沈宁宁再三确认 仙境吃了他三箱子的宝玉 居然就只尝出四棵金色的树来 他小手扣了扣树皮 嗯 原来是真的树 里面也不是金子 沈宁宁仰头看着树上的枝鸭 好半天 他才安慰般地自言自语 肯定是有果子 还没尝出来 再等两天看他好了 这日 天色阴沉 寒风呼啸 谢明安带着四个随从 手中提着鸡和礼品 在积雪中行走 一路上询问过路村民 好不容易 找到了许静熙的住处 破破烂烂的小院子 墙上有洞漏风 站在篱笆园外 谢明安看着许静熙的住处 忍不住皱了皱眉 听说许静熙被国学府里的许多父子称谓 在试文取星 都说他有神童般的才学 但 这样的一个神童 就住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 谢明安有些惋惜 他让随从去扣门 不疑惠 文飞从里面打开 许静熙穿着洗的发白的衣袍 袖子挽到手肘的位置 之前被油锅烫伤的地方 旋留住疤痕 虽然沈宁宁送了不少灵泉水过来 让他好好泡一泡 但许静熙却知道 这谁有奇效 不舍得自己用 全拿来煮给许爷爷喝了 倒是他自己 胳膊上留下细长的疤痕 难以消除 许静熙在看见是谢明安以后 冷着脸问 有什么事 谢明安沉声道 之前的事 是我莫搞清楚状况 误会了你和沈宁明 所以特来赔罪 还有 他拿出那枚月牙玉佩 递给他 这是你当时调的 许静熙垂眸 看了一眼玉佩 神色毫无波动 原来被你捡走了 他却不肯收回去 只说 你拿走吧 这东西 不重要 谢明安心中暗惊 面上微微拧眉 这玉佩 你是从何得来的 怎么不重要 他们谢家儿郎 出生就有这块玉 玉在人在 人死了 玉都要陪着下葬 许静熙脸色比风雪 还要平静深邃 用我爷爷的说法 这玉 应该是从我还是婴孩的时候 就跟着我 兴许是我父母留下的 但不重要 是因为我不在乎我的父母是谁 我也没心情探究 我的血脉 来自于谁 我不像沈宁宁 她期待着和家人重逢 而我 只想过好现在 谢明安神色复杂 你 她话都没说完 许静熙就打断 说 看你似乎对这玉很感兴趣 纳摩 送你了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谢明安问 什么要求 许静熙冷冷道 别再欺负沈宁宁 说完 她直接关上了篱笆门 看着她单薄的身影 谢明安皱紧了眉头 许静熙有骨气 这种倔强 倒是像急了谢家人 身后的随从问 二少爷 那这些礼品怎么办 谢明安转身 眼眸深沉 给她放在门口 她要不要 随便她 与毙 她将那枚月牙玉佩揣好 带着人离去 沈宁宁接连观察了三天 发现她仙境里的金树 尝出了四个小小的果实 像板栗的颜色 小家伙不知道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就打算再等等 这天 她刚从国学府回来 经过祥云村 远远地 就看县村口乌泱泱的一群人 带沈宁宁带着陈爷走过去 才发现 原来是西台村的梅村长 带着几个村民来了 他们想进村子 可被老村长拦住了 看县沈宁宁 梅村长相是看见了旧星 宁宁 哎呀 好孩子 可算等到你了 你说说看 我们又不是强盗 你们祥云村的老村长 还拦着我们不让进 真是的 太不讲道理了 她兴冲冲地上前来告状 眼里透着不满 沈宁宁反倒是小脸神色淡定 是我吩咐的 倘若看见你们来 则要往外赶 梅村长面色一僵 这 小家伙眨了眨大眼睛 捧着暖炉说 那次我们没谈拢 不花而散 梅村长还来找我做什么 梅村长搓了搓手 被冷风吹得发抖 她道 你走后 我们也好好地反思了 确实是我们狮子大开口 要的太多 所以 我们商量了一下 想跟你再谈谈 沈宁宁还没说话 那边刘大嫂子 就哀悠一声 嘲笑了起来 梅村长 我可是听说 你们村子里的人 又上山偷偷打猎 结果被老虎撵了下来 梅村长面色尴尬 本来 他们觉得 上山打猎 沈宁宁也管不住 毕竟这座山 又不是她的 凭啥她不让他们打猎 他们就听 然而 西台村的几个青年小伙子上了山 每次碰到猛兽 不是死就是伤 沈宁宁确实已经提醒过她了 是她没有听 想到这里 梅村长对沈宁宁的笑 就更讨好了一些 宁宁 这样吧 我们改主意了 以后我们答应你 再也不去山上偷偷打猎 但是作为补偿 你得给我们每户 发三大袋子米面 每家四大捆木柴 还要按照每家多少人头 给我们发球衣 之前还管你要棉被 这次 我们就不要了 就米面 木柴和球衣三个要求 你总不能不答应吧 祥云村的村民们 先气愤地叫嚷起来 好你个梅之间 打着魔想的算盘 你可真是敢开口啊 沈宁明皱了皱小梅吗 她开口 语气虽稚嫩 但条理清晰 梅村长 我想你误会了我的意思 我提醒你们 不要进山补猎 是好心 就像你说的 山不是我的 我也没有道理 给你们赔偿 就算我给 是我出于勤奋帮忙 我不给 也不算坏了规矩 你要的这些东西 可以拿钱找我买 不然 我断然没有白给的道理 刘大嫂子拔高声调 就是 我们祥云村所有人 也都是听了宁宁的话 自己买的 你们算个啥东西 上来就张嘴要这魔多 梅村长被这魔多人指责 脸上早就挂不住了 她眼神阴沉地说 郡主 你要是这魔说话 可就不讲道理了 我们不去山上狩猎 可我们也要生火 你不给我们接紧 我们拿什么火 沈宁宁淡淡地说 我阻止不了你们上山 更没有义务 关心你们的生活 梅村长面色一变 有些猙獰起来 这魔说 你就是想献死不救了 第326章 金红色的珍珠 看见梅村长情续积动 祥云村的村民们 顿时团团围上来 将沈宁凝固在他们的中间 你嚷嚷啥 想动手不成 祥云村的村民群情激愤起来 本来梅村长不怀好意的目的 就已经让他们感到生气了 现在 还想以大欺小 没这个道理 大家团结一致 将梅村长和西台村的村民往外推 刘大嫂子扬声叫骂 滚 滚得远远的 我们祥云村不欢迎你们 山上的狼群听见动静 飞快地窜了下来 黑狼王走到沈宁凝身边 狼童盯着那群人 发出低声的售吼 充满警告意味 沈宁凝小手摸了摸她的毛发 安抚声音糯糯 狼狼 莫关谢 我自己能解决 说吧 她抬起水眸 盯着一脸不服气的梅村长 梅村长 你不用再来了 咱们谈不拢 就没必要再谈 梅村长咬牙切齿 止住沈宁凝 你等着 你这魔棱血无情 老天爷会惩罚你的 你不配为妇女 秦奶奶主着拐杖 分开人群 快不走出来 她举起拐杖就要打 梅村长下的面色一变 被自己的村民们护着后退几步 秦奶奶气势十足 严厉道 你喜欢辅女这个称呼 你就拿走好了 我们宁凝也不在乎 再说了 她做了这魔多好事 是不是辅女 你说了也不算 村民们纷纷附和 就是 请奶奶转身 一手拉住沈宁凝 一手拍了拍黑狼王 走 回家 奶奶给你们蒸肉包子 村民们跟在他们身后 回了村子里 几个祥云村的孩子气不过 团了几个雪球 扔在梅村长的身上 还不走 欺负我们的扶女姐姐 要你好看 孩子们叫骂着 追逐不放 那硬邦邦的雪球 砸在脸上 冰擦擦的疼 梅村长讨东西不成 反而挨打 带着村民落荒而逃 回到家里 沈宁宁喝着热乎乎的 红糖鸡蛋汤 感到身心温暖 舒适极了 她粉嘟嘟的小脸上 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意 秦奶奶却有些担心 唉 黑狼王竖起耳朵 看着秦奶奶 小家伙也问 奶奶 你怎么了 秦奶奶笑得有些勉强 宁宁 我看梅之间那个人不会轻易把修 就怕她为难你 这几天 你从国学府下课 就不要在外面逗留 早点回家 身边也别离人 让臣也跟着 不行的话 再带着黑狼王 奶奶才能放心 沈宁宁一点也不怕 她声音糯糯 也谋水令澄澈 奶奶 我已经不是三岁任人欺负的时候了 现在她敢来招惹我 我就让她 吃不了都住走 小家伙捏了捏粉乎乎的拳头 秦奶奶的担心 一点也没有错 沈宁宁在城中的铺子 这几天总是有人去找麻烦 不是嫌弃东西不干净 就是说吃了铺子里的甜汤 回去拉肚子了 云沈一开始 还有商有量地赔偿 后来 她发现 这群人就是不怀好意 故意惹事 便跟来找事的人起了冲突 店铺里年轻的伙计 差点跟闹事人打起来 附近巡逻的捕快赶来 这才制止了一场闹剧 沈宁宁得知以后 决定去铺子里 坐镇两三日 她得找个时机 把闹事的人制服了 才能杜绝后患 这日 国学府休克 沈宁宁来铺子里帮忙 天寒地冻 昨夜又下了一场大雪 冷的人穿了两层球衣都受不了 冻得瑟瑟发抖 故而 街上行人稀少 连铺子的生意 也有些惨淡 铺子里 沈宁宁坐在火堆边 靠在躺椅上 摇摇晃晃 她眨着大眼睛 看了一眼院子里 无儿他们正在忙着准备明天的汤底 而不远处 中书认真的在算账 这个时候 就算外头打雷了 都不会影响到中书的专注 沈宁宁便趁机一个闪身 进了她的仙境里 小家伙这几日都在勤快地给金树翻土 希望她能快快地茁壮成长 给她惊喜 这不 刚走到四棵金树下 沈宁宁仰头一瞧 惊呆了 那四个板栗一样的果实 彭腐常熟了 变成了婴儿拳头大小的金红色的珍珠 通体浑圆 有一个大概是熟透了 掉了下来 沈宁宁捡起来 皱着可爱的小眉毛观察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她怕自己消失太久 被铺子里的人发现 就带着这颗奇怪的珍珠 出了仙境 好在 大家依旧在各自忙碌 莫然发现 沈宁宁消失又出现了 小家伙靠在躺椅上 看着手里的珍珠 摸起来十分温暖 像是捧着一团温热的火 沈宁宁感觉珠子里 光泽流转 她忍不住张开小嘴 轻轻啃了一口 呸呸呸 好难吃 一股热油的味道 沈宁宁拿袖子擦着小嘴 突然 她发现这个 珍珠 居然被她啃破了 里面金红色的水流淌出来 一阵风吹来 竟变成漫天飞扬的金尘 闪闪发亮 沈宁宁受惊不小 连忙伸出小手 去抓这些在空中满开的光尘 然而 他们很快散去 小家伙睁圆了大眼睛 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这颗珠珠 到底是干嘛的 又去哪了 她低头 看着空空如也的小手 分外不解 此时 门口传来严厉的呵斥声 扶宁郡主 你必须出来 给我们个说法 沈宁宁收回心思 朝外看去 只见一群依着单薄的百姓 聚集在一起 各个脸上神情不分 站在铺子外要说法 沈宁宁被捂着他们保护着走了出去 要什么说法 卫手那个男人道 亏你还是郡主呢 怎么如此不讲诚信 说好了 没五天就开棚诗周送汤 但你们上次临到送汤那日 竟然直接关闭了店铺 是不是你们后悔了 不想接济了 要是做不到 一开始就别夸下海口 装什么大善人 我呸 随着他说完话 他身后的百姓们也愤怒地跟着嚷嚷 云沈带着一帮伙计 跟他们吵了起来 沈宁宁澄彻乌黑的眼眸 扫过这群闹事的百姓 他侧谋 向一旁的陈爷使了个眼色 陈爷悄然从侧门离开铺子 这时 云沈说 上次都告诉你们了 我们那日关铺子 是因为食材不足 我们都没东西 拿什么给你们送汤 那天是莫林微犯了救济 急需大量的灵草 所以 沈宁宁就将铺子里的存储灵草 都拿去宫里应急 而让店铺关了门 没想到 却成了这群不怀好意之人 找麻烦的借口 第三百二十七章 出太阳了 沈宁宁走上前 指着外面那群闹事的百姓 五二 云沈 你们都给我好好看着 记清楚这群人的样子 以后 我们再开棚诗周送汤 绝不许他们 喝我们一滴水 长衣立米 他声音软末 然而气势十足 这话刚说出来 闹事的人中 便有几个神情煞白 还不用沈宁宁逼迫 他们就急忙捂着脸 灰溜溜地走了 而未守的人 显然是拿了别人的好处 专程来闹事的 他回头看了一眼 见好几个人离去 他气得跺脚大骂 莫骨气的东西 随后他抬起头 瞪住沈宁宁 这里是天子脚下 是京城 皇上都要讲究王法呢 你一个郡主 一位拿着粮食 就能欺压百姓了吗 你不给就不给 我们宁可饿死 也不会再接受 你的接来之时 沈宁宁劍淡定点头 他继续对我和云沈说 你们去报官吧 叫官府的人来 你一份名单给我 这些闹事的人 我会告诉其余 跟我一样 开棚市周的酒楼 别给你们这些 有骨气的人发吃的 这话说完 又有一群闹事之人 吓得灰溜溜地跑了 最后 就剩下七八个人 其中几个 沈宁宁还觉得眼熟 他哼笑一声 冷冷道 我开棚市周 是因为 我可怜那些穷苦的百姓 而你们 并不是 值得我怜悯的那一类 所以 你们尽管叫八 叫破嗓子 我眉头皱一下 算我说 说住 小家伙霸气十足地转过身 坐回躺椅上 云神 你们都回去吧 各忙各的 别管他们 为首那男人急了 不给说法是吧 好 各位 咱们就跪在这 什么时候 郡主愿意给我们一个说法了 我们再走 说住 他果真撩袍跪下 他身后那几个百姓 由于片刻后 也跟着下跪 云神皱起眉头 走到沈宁宁身边 弯腰低声说 东家 他们这是耍无赖 不就是想让路过的百姓们 都以为 沈宁宁仗势欺人吗 冰天雪地的 铺子前跪着这摩基个人 不知道的 还以为沈宁宁 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呢 小家伙一脸淡定 眨着大眼睛 脸颊被火盆烤得红扑扑的 他说 随他们去呗 他们的膝盖是铁打的 不怕了 就跪着 说完 沈宁宁拿起一旁炉子上的烤橘子 已经放了有一会了 橙色的橘子被烤得微微发红 皮薄汁水多 小手轻轻撕开橘皮 顿时闻到干裂的香味 沈宁宁拿了一根竹签 把橘子肉 一半一半地插上去 在最上面 撒了一层白糖 随后 又放到火上去烤 只见白糖缓缓融化 变成一层焦黄色的甜衣 沈宁宁这时才拿起来 五儿已经眨着大眼睛 在旁边眼巴巴地等住了 小家伙先把第一串分给了五 诺 你吃 五儿有些馋 但还是连连白手 宁宁姐姐先吃 沈宁宁知道她有规矩 便咬了第一个糖果橘子瓣 剩下的都递给了五 一层脆脆的糖衣 包裹着清甜可口的橘子水 一口咬下去 别提多好吃了 沈宁宁觉得比冰糖葫芦还好吃 五儿也幸福地眯起眼睛 好甜 两个小家伙围着火堆 有说有笑地吃东西 那几个跪在外头的闹事之人 说不羡慕是假的 他们跪在冰天雪地里 膝盖都要僵了 瑟瑟发抖 而店铺内 那旺盛的火盆 所有伙计的脸色 都是红瀑瀑的 就像是一个春 一个冬 很快 又有几个百姓受不了了 起身拍了拍雪尘 眼着面离去 胃手的男人面色铁青 他咬紧牙关 看了一眼铺子内的沈宁宁 小家伙吃完了东西 居然开始翘住脚 闭目养神了 他如此悠哉 丝毫不为他们的闹事而烦恼 这可不行 背后的主子交代了 一定要让扶宁郡主难堪 想了想 男人冷声道 看来 扶宁郡主也不是真正的扶女 若不然 卫尸磨之前能招来大雨 解决旱灾 可现在大雪连绵几个月了 扶宁郡主除了捐赠一点物资 又干了什么呢 扶宁郡主 你对得起百姓们对你的厚望吗 沈宁宁不理会 就当莫听见这种挑衅的声音 然而 我儿却听不下去了 谁说沈宁宁 她就跟谁拼命 你们修要大放厥词 我儿气冲冲地跑到门口 捏着小拳头 我宁宁姐姐 就是扶女 你们只想享受她带来的好处 却不想考虑 她累不累 男人看见终于激怒了一个人 她顿时心中得意 嘴上继续不依不饶地说 我有哪一句说错了吗 扶宁郡主之前招来大雨 恐怕也是巧合 小男娃 你也别太生气 她救你 说不定只像是救猫狗一样 顺手的是 你寻想为她卖命不成 我儿仰起拳头 小脸气得青红 立刻就冲过去 我撕了你的嘴 沈宁宁豁然睁开眼眸 我儿 别去 然而 未时已晚 我儿年纪小 刚刚四岁 哪里是成年男人的对手 他还没靠近那个男人 就被对方一掌推了回来 我儿小小的身子摔在地上 额头顿时刻在一旁 突出来的大石头上 血流不止 沈宁宁小脸神情一变 立刻扔开宝毯 快步走来 我儿弟弟 没事吧 他扶起舞 查看他的伤势 拿帕子捂住了他流血的额头 我儿还气得咬牙切齿 丝丝抽疼 目光却仇恨地瞪着那个男人 我儿受了伤 店铺里的伙计们顿时不干了 平时大家生活在一起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几个青壮年冲出铺子 你们这群混蛋 连孩子也动手 眼看着要打起来了 找麻烦的那个男人 顿时就地一躺 无赖似的来回打滚 杀人了 快看啊 福宁郡主纵容手底下的人打我 哎呦 打死人了呀 周围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 陈也带着一批观察感地回来 沈宁宁却已经怒了 他盯着那群闹事的人 我不管你们是 收了谁的钱来闹事 但也别太过分了 我又并非真的神仙 难道 我让这天放晴 老天爷就听我的吗 小家伙话音刚落 众人顺着他止住的方向 抬头望天 却见惊奇的一幕 第328章 抓了谢二夫人 只见阴云像是被一道看不现的利刃切开 缓缓散去 一缕光芒 通过云层的裂缝 降下倒倒光斑 百姓们大为吃惊 出 出 出太阳了 然而 久违的艳阳光 只照耀了一瞬 又被凝聚而来的乌云盖住 可方才的奇景 已经被不少人看见 大家目瞪口呆 最后惊奇的目光 统一看向沈宁宁 方才闹事的那人 也吓住了 面色惨白 拂宁郡主一句话 就让阴云破开 万丈光芒流泄而出 他不会是 惹到了真福神吧 沈宁宁自己都愣了愣 怎么回事啊 他说的话 这魔管用 裴隐奇驻马经过附近 也亲眼瞧见了这一幕 他坐在马背上 疑惑的目光 看着远处的沈宁宁 而肩膀上的老鹰猛翼 像是看见了自己的女神一样 疯狂地扑腾起翅膀 猛翼 你安分点 裴隐冷烈地按住老鹰 然而 老鹰不仅不听他的 还一个翅膀扑腾飞了起来 顺便给了裴隐一下 陈也带来的官兵 已经按住了闹事的几个百姓 沈宁宁知道 这群人必定是受人指使来闹事 所以 才让陈也悄悄地去报官 本以为要好好审问一番 没想到 经过刚刚的奇景 这些百姓已惊吓得发抖 磕头向沈宁宁主动陈述自己的罪过 我们 我们都是被银子请来的 是这个人 说 只要我们说几句扶宁郡主的坏话 他就会给我们每个人五两银子 作为报酬 他们指着位守的那个男人道 还有几个百姓 更是吓得说 辅女饶命啊 我们是西台村的村民 都是梅村长职使我们过来跟着闹事的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 就在这时 位守的男人忽然回过神来 惊吓过度 他亮腔起身 转而就想逃跑 万万没想到 此时 从天空中俯冲下来一只老鹰 狠狠地在他头上乱拙 哎呦 男人抱着脑袋 满地打滚 救命啊 救命 不快想上去 把他抓了 没想到老鹰攻势太猛 将男人的脑袋 用力找刮擦的头破血流 彭扶是为了沈宁宁 给我出气了一样 沈宁宁认出来这只胖乎乎的老鹰 是猛义 于是招招手 小鸟 来 猛义这才乖乖地飞向沈宁宁 不远处 一直在吹哨子的培影 看见这一幕 沉默了 他驯服猛义 用了快三年的时间 而猛义跟扶宁郡主 不过相识一个月 见面都没有几次 竟然如此听他的话 沈宁宁抱着老鹰 抚摸他的羽毛 犹如抱着一只胖公鸡 小家伙看着捕快 说 这几个不怀好意的人 有几个来自西台村 我虽然刚跟西台村发生了争执 但是 我相信 扔出银子上 他们来闹事的 另有其人 你们好好审问 捕快拱手 觉得郡主亲自叮嘱 那么 此事事关重大 杯子等必定会好好处理此事 随后 他们就带走了这些人 沈宁宁转让云沈派两个人 送武去医馆 最后 才摸了摸猛义的脑袋 从兜里 拿出几个肉前递给他 猛义眼睛发亮 扑腾着翅膀 跳到地上去吃 看着他这样 沈宁宁蹲下身 一边摸一边说 你从哪儿飞过来啊 没有一直跟着小薇吗 猛义抖了抖羽毛 吃着东西 嘴里还有咕咕咕的声音 沈宁宁听懂了 原来 他早就 从其秀薇娜离开 回到了裴影身边 而裴影给他吃的 都是一些生肉边脚料 他已经看不上了 还是沈宁宁这里好 给的都是顶好的肉食 小家伙听住他的碎碎念 不由地扑斥笑了起来 你还知道 我叫沈宁宁哦 真是个聪明的小鸟 猛义吃不够 还想吃 于是主动讨好的咕咕咕 跟沈宁宁说了一大串 他说 其秀薇经常念的名字 只有两个 一个是裴影 一个是沈宁宁 他就明白了他叫什么 小家伙赞赏连连 不愧是吃了他仙境里食物的老鹰 就是有悟性 很聪明 沈宁宁将老鹰带去后厨 主动给他拿了两个生鸡腿 猛义吃得高兴极了 叫声也比方才更未嘹亮 总算有了点老鹰的雄威 但没一会 他就咕咕咕地 跟沈宁宁报告了一件事 原来 他盘旋在宫中的时候 听到有人议论沈宁宁的话 就在一旁的树上听了听 议论我 说了什么 小家伙歪了歪头 很是好奇 猛义扑腾翅膀 来回蹦蹦跳跳 像小家伙表演 两个人说话的样子 沈宁宁原本抱着轻松的神情去听 然而 越听 小脸越严肃 原来 猛义说 宫里有人提到他 还提到了 最近谢家二夫人跟神婆勾结 诅咒仓云国忠良 可 谢家只是将神婆抓入大牢 却没有处置谢二夫人 所以 那两个说话的人 决定在早朝上 向谢宿之发难 跟皇帝状告谢家 身为世家大族 却袒护谢二夫人 此事 可大可小 但不管是谢宿直 还是谢明旭 和谢明安 他们都在需要公正联名的职位上 如果被皇上认定 他们会训私枉法 不能秉公处置这件事 那摩麻烦可能就大了 猛义说不出别人的名字 但是沈宁宁猜也猜得到 必定是荣妃再策划对付谢家 谢二夫人 涉及巫谷祖宗良 谢家却没有发落他 若是被朝廷上的谢家政敌之道 一定会大做文章 沈宁宁连忙站起来 小手胡乱地摸了两下老鹰 猛义 干得好 下次陷到你 我一定给你多多的肉吃 说住 他抓起自己的大肠 劈好就往外跑 沈宁急忙跟上 云沈惊讶 询问 东家 您去哪儿 晚上不是在铺子里用膳吗 沈宁宁已经跳上了马车 压着毛茸茸的护耳说 有点急事 就不吃晚膳了 云沈你们自己吃 说吧 他小手挥了挥 催促陈也 陈大哥哥 我们去谢府 突然 他改了主意 不对 去大理寺 二叔谢帝之舍不得 这重视 只能找谢明安 马车咕噜碾压血沉 飞快离去 猛义吃饱喝足 才扑腾翅膀 飞离铺子 忽然 他想起来 自己好像抛下了主人裴颖 于是扑腾着翅膀回宫 没想到 裴颖抓着他 就射进了笼子里 呃 你两天 看你还敢不敢忘记 自己主人是谁 裴颖冷冷说 猛义在笼子里叫嚷 裴颖直接关上房门离去 谢明安正在办公 听说沈宁宁来了 要献他 他提住笔 面色诧异 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下属再三确认 确实是沈宁宁来找他 谢明安薄唇边 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你把他请进来 去政厅等等 我忙完公务就去 是 等等 谢明安又改了主意 我还是现在去吧 以沈宁宁的个性 还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 居然会来找他 谢明安刚要走出办公的屋子 没想到 小家伙已经一溜烟冲了进来 谢明安一正 玄机拧眉 怎么随便就闯进来了 律法规定 大理寺室军机重地 关押住各种要饭 你没有许可就进来 被人知道会受罚 沈宁宁跑得气喘吁吁的 小脸红润 我有急事要跟你说 谢明安挥了挥手 试一下鼠去准备热茶 什么事 公事私事 沈宁宁挠了一下脸蛋 那模样 像个困惑的小猫 他迟疑了一下 说 既是公事也是私事 谢明安带着他 进了自己办公的书房 听到小家伙的回答 他先是笑了 故作清冷不在意 家事 应该等我回家再告诉我 而公事 你应该通过底下的人打申请 沈宁宁小手趴桌 气势十足 声音糯糯 不行 来不及 我要求你 现在派大理寺的官兵 把谢二夫人抓了 谢明安正在喝茶 差点喷出来 他剧烈地咳嗽 茶水沾染一袖 他胆了胆衣袍 手忙脚乱 剑没皱起 你说什么 抓二婶 对 先让他蹲大牢 半个时辰后 两队大理寺官兵 直接冲入谢府二院 将谢二夫人押住 你们干什么 我可是谢府的二夫人 你们睁大眼睛 看清楚 自己抓的是谁 谢二夫人激烈地挣扎 官兵却不跟他废话 只严厉地说 少卿大人下的逮捕令 说你涉嫌神婆下咒之事 需要抓你回去彻查 跟我们走吧 谢二夫人正住了 神婆的事 二爷不是打算放他一马了吗 连大哥谢素枝也同意了呀 不可能 你们让明安来见我 我不相信 他会下命令抓我 谢二夫人歇斯底里地吼叫 然而 下一秒 一道清冷的身影 从拐角处快步走过来 那锐利的眉眼 乌黑的薄眸 谢二夫人急忙喊道 明安 你快跟二婶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未石魔 他们 是不是抓错人了 啊 谢明安一席关袍 看样子是临时赶回来的 色泽深沉 一如他寒谋 没抓错 神婆已经入狱 他交代了罪行 理应也抓你去审问 按规矩办事 谢二夫人瞪圆了眼睛 难以置信 随后 他瞧见 沈宁宁迈迈住小脚 一路追来 这时 谢二爷得知这边的动静 也让随从推着轮椅赶来 谢明安主 动走上前 二叔 我们借一步说话 谢二爷胡一的目光 看了看谢二夫人 好 紧接着 他们去了一旁的片屋里 沈宁宁也跟了进去 不一会 谢明安出来 语气冷冷 将一瓣带走 谢二夫人心里砰砰打鼓 这一刻 他感到了绝望和无助 竟然在自己的家里 被侄儿的兵抓走了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如果是神婆那件事 相公已经原谅我了 他哭着说 嗓音尖锐 沈宁宁坐在谢二爷的腿上 被小四推了出来 谢二爷一改之前的态度 这时敏纯 眉与灵练 按照规矩般是 你确实应该去一趟大理寺 别再叫嚷了 跟着他们走吧 谢二夫人正正地瞧着他 目光落在他怀中的沈宁宁脸上 小家伙面貌明媚俏皮 百里透粉的小脸 美帝很有灵气 这回 沈宁宁昂着小脑袋看着他 那目光 让谢二夫人通体冰凉 他心里已经有了个猜测 是沈宁宁不肯放过他 沈宁宁想害死他 谢二夫人仍不甘心 对谢二爷哭喊不休 相公 如果我下了大狱 别人会怎么想我 又会怎么想怨酒 等他回京 人人都会说 他有一个进过监牢的母亲 他怎么抬得起头啊 谢二爷闭了闭眼 这次也没有留情 他冷淡地说 那也是你害的 就由自取 谢二夫人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往常 谢二爷再不带献他 也会对女儿谢院酒留情 然而眼下 谢二爷是铁了心要让人 把他抓走了 都是沈宁宁的错 谢二夫人咬牙切齿地被带走 他走后 院子内的下人们 战战兢兢的 谢明安站出来 平静地吩咐 这些日子 谢府闭门 不见客 若有人向你们打听二婶的事 一律回绝不知道 谁要是敢在外面嚼舌根 别怪我很辣无情 众人惧怕谢明安 知道这个二少爷说到做到 于是纷纷垂手应试 各自离去 这之后 谢二爷才重重叹气 对沈宁宁和谢明安说 多亏了 有你们 否则 我又要给大哥添麻烦了 谢明安薄唇一鸣 看住沈宁宁 算是沈宁宁的功劳吧 没有他的提醒 我们确实要吃亏了 沈宁宁方才在大理寺里 已经跟谢明安阐述了利弊 谢二夫人跟神婆勾结 利用巫蛊之术害人 听起来是家事 可如果被荣妃他们掌握证据 证明谢二夫人 害的是朝廷忠良 那么 麻烦可就大了 这便是国事 皇上倘若问起来 得知谢府旨处置了神婆 却没有罚谢二夫人 必然会动目 又怎么相信谢宿之 谢明安秉公执法呢 所以 沈宁宁要抢在荣妃动手前 先让谢明安主 动抓了谢二夫人 如此一来 皇上怎麽问 都能解释得过去 谢二爷这回十分头痛 也该让他好好坐牢 常常记性 沈宁宁看出来谢二爷的不是 便乖乖地从他膝盖上跳下来 他眨着圆溜溜的黑眸说 二叔 你先回去休息吧 你放心好了 这次只是让他坐牢 谢少卿答应了我 不会怎么用行的 谢明安听言 瞇了瞇眸 又喊他谢少卿 他都这模佩合他办事了 还不能改口 谢二爷无力地点点头 面色有些苍白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吧 袒护他 本就是我们不对 只是可怜了我那女儿 唉 说完 小思推着谢二爷离去 沈宁宁看着他的背影 大大的眼眸里 浮起一抹复杂 有时候 小家伙真觉得谢苑久不知足 拥有着魔好的父亲 为石魔还要做一个坏人呢 沈宁宁联想到自己 如果他从小就有爹娘照顾疼爱 他就什么也不去想 只做一个快乐吃喝的小傻瓜 这时 一旁的谢明安开口 下一步 我们做什么 沈宁宁回过神 扬起名誉般的小脸 瞧着他 你没有想法吗 堂堂大理寺少卿 要一个娃娃出主意 小家伙暴毙 绝嘴哼了哼 谢明安扬眉 我倒是有机个主意 但就怕跟你想做的冲突 所以 先听听你的想法 沈宁宁便也不跟他客气 他伸出两根小手指 第一 你派人进攻 跟干爹悄悄报信 说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 第二 不能让容飞光欺负我们 你如果能调查出他的一个把柄 明天早朝的时候 也可以反江义军 说到这里 小家伙咕弄一声 不过 时间太短了 我估计你也查不出什么吧 谢明安听言 顿时喝笑 你把我当成普通人了 我只是觉得你 没有阿兄厉害 如果阿兄在 他心思细腻 并有办法对付容飞 沈宁宁小小的叹了口气 看见他这副垂着脑袋 思念大哥的小模样 谢明安心中 燃烧起浓浓的胜负欲 他眉眼乌尘 犹如拒着暴风咒语 我 不如大哥 他放声冷笑 你等着看 别说容飞了 他三代宗亲内的所有罪行 我想查 没有查不到的 雨碧 他甩袖 转身大步离开 沈宁宁眨眨着大眼睛瞧他 想了想 小家伙做了个鬼脸 吐了吐舌 吹牛 还没走远的谢明安听见了 身形一僵 顿时 双靴犹如着火般 走得更快 虎虎生风 他偏要做给他看 让这小孩后悔 四日 天气阴沉 寒风呼啸 临到早朝的时辰 皇上还莫来 一众文武百官 便立在白玉街下等待 叶太傅回头 跟谢宿之 窃窃私语 听说昨夜 有两份密报 呈给皇上 我看 今天又有人要倒霉了 谢宿之面不改色 太傅不知道是何事 叶太傅压低声音 没打听到 这才是事情严重的地方 若不然 皇上定会放出一点风声 可连我都打探不到消息 说明 皇上是因此大胃动怒 所以我才说 今日有人要遭殃了 谢宿之轻咳两声 没有接话 叶太傅道 宿之啊 你这个身子 倒是得好好痒痒 多谢太傅关怀 两人刚说完 那边就有一对名皇一丈 迎住 寒风而来 皇上驾到 开朝门 百官进朝 百官请安 高呼无皇万岁 皇上一如往常的态度 何旭地道 爱卿们免礼 今日阵偶感不适 故而来得迟了一些 倒是委屈 你们受冻了 大臣们连说不敢 跟着皇帝一起进了金鸾殿 但有人留意到 平时太子都跟着一起上朝 今日 太子莫灵威静莫来 早朝刚开始 中书令齐大人就站出来 双手高拱举起 皇上 臣有一件钥匙上奏 哦 其爱卿说吧 昨天 臣厅底下的人汇报 方中一位神婆 利用污谷骇人 被福宁郡主和大理寺谢少卿一起抓获 皇帝笑了起来 有如此好事 他看向谢宿之 褒奖道 谢爱卿 你家真是人才被戳 有了宁宁以后 更是喜事不断啊 谢宿之垂手 俊冷的面孔 没有多余的神情 他反而拱手 臣惶恐 中书令齐大人 看了谢宿之一眼 继而又说 皇上 是不是喜事 还言之上走 臣派人追问彻查 才发现 与神婆勾结害人的 就是谢府二房 谢二夫人 也就是谢丞相的弟妹 众臣哗然 皇上笑容僵了僵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其大人掷地有声 臣也怕方中有小人 针对谢丞相 故而彻查到底 于是 臣发现 谢二夫人 使巫术诅咒的 正是带兵在边疆 对抗肠留过的方清代 方大将军 这下 臣子们不仅哗然 还拿惊讶的目光 看向谢宿之 当年谢二爷 与方清代相恋 那可是全京城的家伙 他们自幼青梅竹马 更因为有 共同的习武爱好 初双入队 二人彼此 更是战功赫赫 是苍云国内 有名的将领 百姓们出于爱戴 还为他们起了多外号 驾 武神夫妇 后来 两家差点结位殷亲 可谁能想到 谢二爷被人用尽 点于了另外一个 女子的身子 方将军含泪远走 前往边疆镇守 再不回京 众人都对这段往事 唏嘘不已 这一次 听到谢二夫人 诅咒谢二爷的旧爱 臣子们更是小声感叹 更觉得此举恶毒 实在泯灭良心 皇帝神情复杂 中书令其大人 更进一步道 而且 臣还彻查发现 原来谢丞相 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但他不仅面不发 隐瞒不报 还将谢二夫人保了下来 百官惊愕 交头接二 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但都围绕着 丞相逊私包庇 而感慨 那些武官们 已惊激愤起来 他们对着谢宿之发难 方将军身为武将 魏苍云国出生入死 金国不让须眉 宁府上的二夫人 静祖咒害他 心中还有没有大具忠义 此法实在恶毒 而大人 您作为丞相 竟然因为谢二夫人 是自己的弟妹 就包庇处理 真让人心寒 甚至有武将对皇上拱全 气愤至极地说 皇上 我们武将带兵出征 常常久死一生 苍云国是我们的家乡 可这家中 竟有人因私人恩怨 而赌咒害人 这让我们往后 怎么安心出征 就是啊 皇上 您如果不严肃处理此事 臣等实在难以接受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说得皇帝不得不将目光 转向谢苏枝 叶太傅暗中碰了碰 谢苏枝的手臂 他压低声音 丞相大人 不行就先认错 别让事态更严重为好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有人急急犯难 要对谢苏枝下手 谢苏枝面不改色 神情依旧冷白如玉 透着陈吻与藏风的深邃 他出列 拱手说 皇上 这原本是家事 陈考虑到是家丑 才没有外养 但既然今日齐大人提了出来 陈不得不给大家一个交代 也好说明白 在事发过后 谢少卿明安 已经将臣的弟妹 抓入大理寺的监楼 盘盒审问了 众人大惊 抓了 谢苏枝居然如此大义灭清 齐大人也愣了愣 随后咒没问 事发已经超过三天 为何当时不抓 只抓了神婆 谢苏枝看向她的目光 凌冽如刀锋 漆黑的眸中 如一片漆寒的冷霜 根据大理寺的规矩 先抓范世人 再由范世人提供的证据追查 将涉世人等抓捕 谢明安依法办事 齐大人莫非有什么意义 齐大人顿时被噎了一下 他的人 只查到谢二夫人一点是没有 根本没听说谢苏枝抓了人 皇帝抬手安抚众臣的情绪 好了 诸位爱卿不要紧 朕派人去大理寺 疑问究竟 不疑会 皇上派去大理寺 询问实情的禁军统领 陆大人 匆匆赶回 皇上 丞相大人所言属实 卑职将收押谢二夫人的登记卷宗 也一并带了回来 陆同领将卷宗递上去 皇帝一看 锦州的眉头终于松了 他递给太监 让太监拿给文五百官传阅 平息他们心中的愤怒 你们看 朕就说了 是误会 宿之是朕的忠臣 怎么可能会为了家事 训思包庇呢 谢宿之低下头 他拱手道 皇上 臣惭愧 臣一开始 确实想将此事瞒报 众人错愕地看向他 叶太傅也皱了皱眉 再次碰了碰谢宿之的衣袖 老太傅压低声音 事情到此为止吧 你别再说了 对你无意 然而 谢宿之却挺胸昂首 目光灼灼 身形高大俊朗 如一段松竹 皇上 臣的二弟 曾立了一百零九建功劳 其中大小战役 加起来超过三十场 早前因为一场意外 他从此瘫痪 再也不能为国出征 为一军效忠 皇上急忙说 朕知道 他忠君爱国 朕赏识他 所以 也保留了他的将军称谓 允许他好好养并休息 谢宿之目光漆黑 平淡的语气中 带着些许感伤 他只有一个女儿愿久 巫蛊之事被发现后 二弟坚持休妻 依法处置臣的弟妹 可是 想到女儿 二弟他犹豫了 若是弟妹坐牢 他害怕 别人会耻笑他的孩子 父亲瘫了 母亲更是罪人 从此往后 在京中只有被人指摘嫌弃的份 在场的百官沉默了 大家都是有儿女的人 设身处弟弟考虑谢二爷的情况 竟都感到唏嘘不已 方才那些五官 想到谢二爷的恭敬 却被惹获的妻子 连累至此 也只有摇头叹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